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伯朗特三姐妹的家乡 如果不是弟弟伯兰威尔和雇主的老婆通奸被解雇 夏洛蒂·伯朗特可能永远都没想过要靠写作整一口面包 在这个家里 父亲是个固执的牧师 虽体面 却贫穷 尽管父亲学识渊博 但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 父亲寄予厚望的还是伯兰威尔 可是伯兰威尔不堪众望 他眼高手低 虽颇有才华 却没有办法和夏洛蒂他们那样安于孤独写作 小妹安妮帮她介绍了一份私人教师的工作 她却勾搭上雇主罗宾逊太太 一个足足可以做她母亲的女人 当时安妮也在罗宾逊家工作 这之后便没脸待下去 主动辞了职 被赶回来的伯兰威尔 竟大言不惨地说是老麦的罗宾逊先生 嫉妒她年轻 嫉妒她有才华 才把她赶出来的 她还为自己和罗宾逊太太的丑事 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一项好脾气的父亲告诉三姐妹 布兰威尔幼稚荒唐 但我们还是要用善良 理解和祈祷 把她带回正轨 但夏洛蒂觉得不能坐以待毙 父亲有一天会去世 弟弟又不成气 这房子还是教会的 父亲一旦去世 他们就要流落街头 除了嫁人 他们没有别的生存途径 可要嫁给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才不会用粗闭的目光 评判他们这三个老姑娘 什么样的人才能理解 他们脑海里那个理想王国 贡达尔 连著名诗人骚赛给她的回信里都说 文学创作不是女人该从事的事 这么仔细一想 夏洛蒂觉得恐惧 她告诉安妮 她不能再写下去了 写作让现实世界 显得单调乏味 毫无意义 阿妮也不甘心就这样下去 她知道夏洛蒂的负担 母亲早逝 自从两个姐姐玛丽亚和伊丽莎白早摇之后 夏洛蒂就成了大姐 夏洛蒂是个称职的大姐 她很早就靠着当家庭教师 帮衬父亲供弟妹上学 以前还有姨妈在帮着照顾他们 现在姨妈死了 他们年纪也大了 是时候为未来做打算了 安妮觉得 这一切不能全有夏洛蒂承担 于是安妮跑去找姐姐艾米莉商量 他们都知道 布兰威尔已经不中用了 在很早以前 艾米莉就发现 布兰威尔把父亲给她去伦敦上学的学费 全挥霍光了 整整四天 布兰威尔都泡在酒馆里 她害怕自己到伦敦会一笑大方 她惧怕外面的世界 惧怕自己被嘲笑 便折返回来 谎称钱被抢了 从此 酒精就成了她的生活伴侣 后来她又陆陆续续做了点工作 但没有一份做得久的 相反 倒是长相父亲身手要钱 虽然怒气不争 但有时候 艾米莉也为布兰威尔感到难过 只有夏洛蒂敢正面教训布兰威尔 她不似安妮那般温柔 也不如艾米莉和布兰威尔那么亲 她尖锐刚毅 她知道唯有如此 才能对抗这个面目可憎的世界 这些劝告在布兰威尔听来 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胡说八道 她说写诗不赚钱 却要有真材实学 而那帮写小说的 随便喝点小酒 胡写一通 就能赚大钱 在当时 没有名气写小说 是没人愿意出版的 夏洛蒂便鼓励她 得有个计划 先赚点名气 再写小说 可布兰威尔也只是为自己 找个借口罢了 她并不想脚踏实地地做 于是夏洛蒂决定 找两个妹妹 一起来实施这个计划 安妮倒是认可她的计划 但写诗最好的艾米莉 却不赞同 艾米莉喜欢活在自己的王国里 在那里她自由自在 她可以和风雨对话 和灵魂对话 和上帝对话 即使在现实中 她要干很多家务活 她知道 人们不会睁眼瞧一个女人的诗 人们只会对一个女人品头论足 而她不愿意成为被观赏的小丑 但夏洛蒂不放弃 她趁着艾米莉外出的时候 偷偷看了艾米莉的诗 每一行都震撼着夏洛蒂 她来了 伴着西风 伴着傍晚的流风 伴着带来繁星的清朗暮色 晚风幽漆 心如萤火 游丝遐想 欲望折磨着我 石南花海 在她的吹拂下 似波涛翻涌 紫叶 月光 伴着闪闪繁星 黑暗 黑暗与荣耀 欣然相会 艾米莉的诗 如家乡的那片荒原 如她脚下站立的高岗 旷远深邃 不搅柔造作 那一刻 夏洛蒂觉得这世上 没有谁的诗 能比得上自己妹妹的 但这一行为 惹火了艾米莉 她觉得自己的私密世界 被闯入了 她把夏洛蒂的想法 称作卑鄙的出版计划 最终还是性情温婉的安妮 寻寻善诱 劝服了艾米莉 就这样 她们开始了这个 卑鄙的出版计划 由于担心评论者 会因为作者是女性 而给予不公正的评价 三姐妹决定 用名字的首字母 起三个没有性别特征的笔名 就这样 科勒贝尔 爱丽丝贝尔 阿克顿贝尔 横空出世 她们列了一张出版社的名单 被退稿了 就接着联系下一家出版社 终于有一家出版社 愿意出版他们的小诗集了 评论界倒是给了很高的评价 但是只卖出了两本 这让伯朗维尔更加愤怒了 她前一晚才向父亲伸手要钱 名义上说是要出版自己的作品 实际上 拿到钱就下山买酒去了 可是夏洛蒂他们 竟然不知不觉地就出版了一本书 三姐妹不是没有想过拉她入伙 但是思考再三之后 还是放弃了 按伯朗维尔目前的情况 不仅什么都做不了 还会拉她们后退 三姐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伯朗维尔不仅不是进去 还要把三姐妹嫁出去 甚至还在幻想 罗宾逊先生早早死了 这样她就可以和罗宾逊太太 双宿双妻了 隔天她就收到消息 罗宾逊先生真的死了 但是罗宾逊太太派人来告诉她 让她远离她 因为如果罗宾逊太太再婚的话 就会失去她丈夫所有财产的继承权 这之后 布朗维尔彻底废了 她断了所有念想 每日靠酒精麻痹自己 而且时常梦到身边所有人都在笑话她 笑话她一事无成 笑话她被罗宾逊太太骗了 她不停挥霍父亲的钱 威胁说如果不给她钱 她就要自杀 为了钱 她甚至动手打七十多岁的父亲 面对家里的这种情况 三姐妹只能加紧出版速度 虽然她们的诗集只卖了两本 但是评论界给了她们好评 接下来她们要出版小说 夏洛蒂根据自己当家庭教师的经历 写了《教师》 Emily根据听说的故事 写了《呼啸山庄》 而Annie根据酗酒成瘾的伯朗威尔 和自己的工作经历 写了《埃格尼斯格雷》 结果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呼啸山庄》 和《埃格尼斯格雷》 而《教师》被退稿了 但夏洛蒂没有气馁 相反 她看到了希望 于是她拿出姨妈留给她们的钱 帮妹妹们出版了两本小说 这是出版社要求的 预支费用50英镑 接着 她根据出版社的退稿说明 拿了《教师》里的一部分进行改写 一年后就脱稿了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简爱》 三姐妹的作品震惊了英国文坛 尤其是简爱 不仅卖脱销了 还被搬上了话剧舞台 而这时的伯朗威尔已经病入膏肓了 寨主追上门 父亲为了她心里交瘁 为了给予父亲安慰 三姐妹决定把自己出书的事情告诉父亲 一开始 父亲还没缓过神外 以为夏洛蒂是在开玩笑 但她很快就明白 那个举世闻名的科勒贝尔 居然是自己的女儿 三个女儿居然都成了作家 夏洛蒂告诉父亲 他们不仅出书了 还赚了不少钱 所以别担心 只要他们努力些 以后生活会变得更好的 老牧师没想到 自己一向当作小孩子看的女儿 居然给了她这么大的惊喜 她虽然知道三个女儿都很乖顺 却从未寄予什么期望 只希望养活他们 教他们道理 好让他们长大后嫁人 相夫教子 这一刻老人突然感慨万千 然而三姐妹不敢告诉布朗威尔这件事 怕打击到她 布朗威尔致死也不知道 她的姐妹们做成了她一直想做的事 她走的那一天 是Emily和Annie来为她清洗身子 而夏洛蒂无法面对她那冰冷憔悴的模样 她只是一个劲地哭 空荡荡的楼梯上 似乎还回荡着 他们私人小时候的玩闹声 没想到 一语成谶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请订阅我的频道 看电影了没 和我一起成为K星人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